柚子要怎樣選 才能夠選到好吃的柚子 小顆好吃 重一點的會比較好 皮比較細的比較好 比較三角形的 是比較沒有種子的 底部比較寬的 它是比較熟的 好醜好醜 今天我們來到陶樂斯森林花園 陶樂斯森林 它是一個專門種蚊蛋柚的地方 到了中秋可以來採蚊蛋柚 高高的樹上接蚊蛋柚 誰先上來誰先嘗 好那我們一般柚子樹都長得比人高 那我們就是用這種增高器 找一個 讓它搖一下看有沒有夾住這樣 下來了 下來了 要輕輕的放下去 真的喔糟糕糟糕 沒關係待會這顆就我自己來負責 柚子的話熟的話它全部都會熟 而且對真的你看你只要抓住它不放 它就不會掉下來喔 非常厲害好玩好玩 這個地方非常適合大家 那個合家扶老西柚喔 來這邊來玩 老闆你自己出槌啊 這顆就我來享受 哇這些袋子還很妙喔 你看上面都有小朋友的塗鴉在上面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怪獸電力公司的 套袋是這樣 一般我們柚子的話 在7月8月的時候有一種叫東方果蠅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紙袋把它保護起來 那套袋的話是我們讓來的遊客呢 大大小小的小孩呢 他們做一個農業的體驗跟教育 讓他們知道說為什麼不噴農藥的話 他也可以長得那麼好這樣子 小白兔 來 come on 來嘛來嘛 你看很香的咧 再出來一點不要害羞 OK 這麼可愛 這麼卡哇伊要出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咩 胡蘿蔔在這裡 你吃了什麼東西不給你吃 過來過來 吃胡蘿蔔 巴多腰吧 肚子餓吧 來嘛來嘛 胡蘿蔔啦 來啦別客氣啦 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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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胡蘿蔔喔 對它會拉喔 它扯的力量其實很大喔 很大很大 其實它不太喜歡我們這樣拿著餵 它喜歡扯著然後自己帶著 然後到它覺得安全的角落 對不對 這隻是迷你兔 那裡面也有垂耳兔 耳朵往下垂的 那這個程度就這麼大而已 如果摸它它會不爽 會不會咬我 不會不會 有一點小不爽的樣子 對你 巴多腰吧 肚子餓吧來嘛來嘛 現在這邊還有讓人垂涎欲滴的料理 巴多腰啊 可以請林大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邊的兩道料理嗎 是這都是柚子去做的一個料理 這是柚香雞腿 我們用柚子呢 它去蜜製然後再去烤燒烤這樣 那這個是用柚子跟醬油 然後去滷的一個柚香豬腳 哇很有過中秋的感覺 它會有點點香香 然後又開一點點酸酸的味道 沒錯就是這個味道柚子的香味 滲滲滲滲滲到肉裡面 我不要給你切了 我要自己來 我來切一下 雞腿請你吃 哇 這個柚子醬的那種感覺 特別明顯 對我們是用柚子醬 然後加點辣椒 然後去調味 它是帶酸酸甜甜 對真的是酸酸甜甜 而且那個酸 跟我們習慣的例如像 醋的酸 或是那種其他檸檬醬的酸不一樣 柚子皮它本身有一點點微辣的感覺 就是那種辣辣的酸那種感覺 這兩個都好好吃 還有一個特別的來 你來幫我把它 帽子拿 這個有一個蓋起來 這個裡面一定帶有文章 對 這叫做懶人吃柚子的方法 我們先把柚子把它打成冰沙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來享用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來享用這個柚子冰沙 就非常的讚這樣子 不客氣啦 來乾杯 乾杯 嗯 好吃 好喝 對